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扩定迪士尼 这一节我们看一道新的有关二叉数的算法题 在二叉数中呢,我们知道二叉数的便利有三种方式 一种是前序便利,一种是中序便利,一种是后序便利 但是对于某一种特定的便利方式的话 不同的二叉数在给定便利方式之下得到的结果有可能是一样的 大家看下面这里面的三颗二叉数 我们就以前序便利为例 那么前序便利的话是先便利当前节点 然后便利左节点,然后便利右节点 那么大家看第一颗二叉数 我先便利当前节点的时候 所得的值是三 然后再便利它的左指数 那么所得的值是四 接着再便利它的左还值是五 那么同样第二个二叉数先便利当前节点是三 然后便利左节点是四 最后便利到右节点是五 第三个同样的 所以便利当前节点三 然后便利这个左节点是最后便利第二个 而右节点五 那么这样的话给定一个这个前序便利的序列三四五 我们就可以得到三个 其实对应着三种不同结构的二叉数 那么现在我们有个问题是 如果我们给定了这个前序便利的序列 同时又能够给定一个中序便利的序列的话 那么两个序列便合在一起就能唯一确定一个二叉数 大家看如果现在我除了给定这个前序便利是三四五之后 如果我再加上一个中序便利 比如说是四三五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有了这个中序便利之后 那么两个并两个这个便利的序列合在一起就唯一定义了中间这一颗二叉数 因为你先便利左孩子 那么肯定要先打印四 那么接着便利中间这一个孩子 那么你要打印三 接着便利这个右孩子就打印五 所以再给定一个中序便利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唯一确定一个一种形式的二叉数 那么现在我们给定的题目是这样的 假设我们给定的一颗二叉数的两种便利序列 那么第一种序列是一个中序便利 第二种序列呢是一个前序便利 那么给定这两个序列之后 要求你还原出对应的二叉数 那么假设我给定一个中序的便利序列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那么对应的一个前序便利是六四二一三五九七八十 那么要求你给出算法构建出下面这一颗二叉数了 大家看下面这颗二叉数前序便利的话 就是先打印当前节点六 再打印左节点四 再打印左节点二 再打印左节点一 然后打印右节点三 打印右节点五 打印右节点六 九 打印右 左的孩子七 打印右孩子八 最后再打印这个九的右孩子十 所以这个前序便利呢 它对应的是下面这一个 那么同时又给出一个中序便利 这一个大家看这个序便利 大家看这个序便利 这个序便利 也是对应下面这一颗二叉数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给定一个题目就是当你收到两个这个节点的序便利的序便利之后 你还原出这个唯一所对应的这个结构的二叉数来 OK 大家拿到这个问题之后可以自己去考虑一下 看是怎么处理的 好 我们接着往下走 看一看怎么办 那么大家看原来这个前序便利的时候 为什么不能够确定一个唯一的一个形态的二叉数呢 因为前序便利 我们先便利这个跟节点三 接着便利节点四和五 那么唯一我们无法确定的是 我们便利跟节点之后接下来的这个节点四到底应该是这个三的这个左孩子还是右孩子 那看我在这里面还少了一种形态 比如说这个四可以是这个三的右孩子 然后这个五又可以是这个四的右孩子 都是可以的 这就是因为给定一个这个前序便利的时候 这个孩子节点无法确定到底是他负节点的左孩子还是右孩子 那么这一个左孩子还是右孩子 这一个确定必须要根据另一个便利 也就是中序便利来确定 那么看因此我们给定这样的一个 给定一个这样的一个 前序便利的时候 是不能够确定一个二叉数的 必须再依赖于这个中序便利来确定 我们看一下这个确定的算法是怎么样的 大家看首先我们要做的呢 是得到一个这个前序便利的节点 比如说是六 大家看比如说是六 那么这时候六的话 我们这是第一个节点 我们此时要勾进一颗二叉数的话 我们发现这一颗二叉数当前还是空 所以我们便利到第一个节点六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值六直接生成一个二叉数的节点 作为这个根节点 接着我们访问第二个节点四 那么这时候我们如何确定这个是 到底是这个节点六的左孩子还是右孩子呢 我们需要到这个中序便利中去看一下 在这个中序便利中如果节点四是六的左孩子的话 那么中序便利它一定会出现在六的前面 如果是六的右孩子的话 那么中序便利一定跑到六的后边来看 所以回到我们这个中序便利来 大家看这个节点四是在六的前面的 所以我们确定这个节点四应该处于节点六的左孩子 那么这时候我们发现节点六 此时它的左孩子是空 所以我们直接就把节点四作为节点六的直接左孩子 于是我们就构造了第二个节点四 然后作为节点六的这个左孩子节点 接下来我们看这一个节点二 那么节点二到底是节点四的左孩子 大家知道 我们前序便利是先访问当前节点 然后访问左指数再访问右指数 所以这个节点二呢 有可能是这个节点四的左孩子 也有可能是这个节点六的右孩子 那么怎么判断呢 我们拿到节点二的时候 先从这个当前二叉数的跟节点开始 看一下二如果属于这个节点六的左指数的话 那么这个二一定在中序便利中排在六的前面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在中序便利中 大家看这个二是在六的前面的 OK那么进入到六的左指数 那么这时候我们看一下这个进入左指数之后 节点六当前的节点是四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节点二到底是节点四的左孩子还是右孩子呢 再回到这个中序便利来看一下 那么再看一下我们这时候发现节点二在这个节点四的前面 所以这个节点二应该在节点四的左孩子 那么此时我们的这个节点四还没有左孩子 所以这时候我们再构造一个新的节点 生成一个新的数节点 变成这个节点二 然后接到这个节点四的左孩子上 就形成了这一个大家看这几个步骤 OK就形成了这个节点二 这个二查数节点就出来了 紧接着我们看这个节点一 大家看 那么这个节点一我们仍然是有可能就是 节点一它仍然有可能是二的左孩子 也有可能是节点四的右孩子 那么这时候我们的判断还是要回到二查数的顶部 看一下 那么首先得到的这个跟节点是六 然后在这个中续排列中看一下 节点一是在六的左边还是右边 如果是在左边的话 那么节点一就进入到六的左指数 我们看一是在这个节点六的前面的 大家看这个中续变定 中续变定这个训练 一是在六的左前面的 所以这个一进入到这个六的左指数 左指数就是以四为开始的一个二查数 以四为开始的二查数 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节点一 到底是在是节点四的这个右边还是左边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个中续变定的这个序列 发现节点一是在四的前面 于是我们这个节点一 我们又进入到节点四的左指数 大家看这时候 左指数的节点四只有一个节点是二 我们这时候需要再判断一下这个节点一 到底是节点二的左边还是右边 我们这时候再从这个中续变定看 节点一在二的前面 所以这个节点一是属于这个节点二的左指数的 于是来到这个节点二的这个左边 但是当前节点二的左指数是空 所以我们直接用节点一构造一个这个节点 当做节点二的左孩子 接入到节点二的这个左孩子指数上 OK我们就完成了 那么节点三的时候也同理 拿到这个三的时候 大家看拿到这个三的时候 拿到这个三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来到 现在从这个跟节点出发是六 然后在这个中续变里面 看三是在六的左边还是右边 我们发现三是在六的左边 于是进入到六的左指数 那么这时候遇到节点四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中续变定中 三是在四的前面 还是左边 于后面 我们这时候发现三在四的前面 所以进入到节点四的这个右 左指数 进入到左指数的时候遇到节点二 我们再看一下 三是属于节点二的左指数还是右指数的 我们发现三在二的后面 所以我们这个节点三就进入到节点二的右指数 这个时候节点二还是空 所以这个我们直接生成一个节点三呢 把它当做这个节点二的右孩子 这样的话我们就构造了一颗 到此为止呢 我们就把这个六四二一三 构造出了它相应的二叉数 构造的结果就是六四二一三 这样子形态的二叉数 那么剩下的节点呢 它相应的这个物一致构造呢 给我们前面的描述 这个算法次序是一样的 OK 那么有了这个基本的流程 大家如果对具体的基本流程 可以继续看我这个文章里面的这个描述 看看我在这里面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代码是怎么实现的 OK 那么代码呢 在这里面有一个这个新的这个类 叫做Btree Builder 那么它的作用呢 就是用来去实现我们刚才的算法步骤的 大家看一开始这个Btree Builder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用一个Map 把每一个节点和它所在的位置放入到这个Map中 那么这一个函数的作用是这样的 大家看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进来的时候 一开始我们进来的时候 首先拿到节点六 它属于位置零 所以我们就把六和零放入到Map中 紧接着 紧接着对应的这个节点是 紧接着这个节点 紧接着 大家看 首先我们对应的是这个节点一 先访问这个中续并列 先拿到节点一 把它对应的位置放入到这个Map中 然后访问节点二 把它对应的位置二也放入到Map中 然后对应找到节点三 把节点三对应的位置也放到Map中 大家看 那么我们这一个的 大家看我们这一个第一个这一段 这一段代码大家看 这一段代码呢 就是把就是先访问这个中续并列的这个序列 把每一个数每一个节点值对应的这个位置 先放入到Map中 然后这个Builtray呢 这个Builtray呢 它的做法呢 就是对这个 就是执行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算法步骤 那么大家看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便利这个前序便利的 我们首先从去便利这个前序节点序列 首先拿到第一个节点 我们看到这个二叉数根节点为空的时候 我们先构造这个根节点 然后拿到第二个节点 接着从这个二叉数的根节点开始 看一下当前节点是根节点的左边还是右边 如果是左边的话就进入根节点的左指数 如果是右边的话就进入当前节点的右指数 那么进入到下一层节点之后 我们再判断一下 如果当前节点的左孩子是空 并且这个点属于当前节点的左边 那么我们就直接把当前这个点 我们就直接把当前这个点构造一个这个 我们就把当前这个点构造一个这个 二叉数节点放入到当前节点的左边 当做它的直接左孩子 如果我们当前便利的这个节点 属于当前节点的右边 那么并且当前节点的这个右孩子 如果是空的话 我们就直接构造一个数节点 把它当做当前节点的右孩子 要不然的话 我们就进入到当前节点的右指数 大家看 就是这个逻辑 OK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还有的就是我们这一个 入口处的代码 入口处的话 我们就建立了两个这个便利序列 第一个是一个中序的便利节点便利序列 第二个是一个前序便利的这个节点序列 把这两个序列放入到这个 bttree builder中 然后就可以构造一个二叉数 并最终通过这个gettree rule 得到新建的二叉数的这个根节点 得到根节点之后 我们再用这个二叉数的打印 呃 成绩打印的这一个类 大家看 以前成绩打印二叉数的这一个类 我们把这个二叉数成绩打印出来 比如说 对于这样的一个二叉数 大家看 对于这个二叉数 我成绩打印的时候 是先打印6 然后打印49 然后打印25 70 然后打印138 就这个成绩打印的这一个逻辑 那么成绩打印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给 按用这一个printtree list 就可以把这个二叉数的 给成绩打印出来 那么这一个类的原理呢 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不多详细了 详述了 OK 那么我们先构造两个序列之后 把这两个序列放入到btree builder中 然后去构造这个二叉数 现在我们走一遍 看一看这个逻辑的 这个具体的硬性情况 OK 好 进来的时候 大家看 进来的时候呢 第一个 首先我们便利的这个点 是这个节点 大家看 我们首先便利的这个节点6 便利节点6的时候 进来的时候呢 便利这个节点6的时候 进来的时候呢 由于当前的这个根节点还是空 所以我们直接把节点6构造一个这个根节点 当做二叉数的根节点就构造了这个节点 接下来我们便利的是这个节点4 大家看在这里面是节点4 节点4这时候我们 我们拿到节点4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利用这个map看一下 节点4在这个中序便利里面看 节点4是在节点6的左边还是右边 那么在这里面通过这个map 我们可以发现节点4在节点6的左边 这时候节点6的左边 此时节点6它并没有 这时候节点6并没有左孩子 我们就把节点4直接当做节点6的左孩子 于是大家看 于是完成了这一步之后 这个6就拉出一个指针指向的节点4 OK 那么第二次我们要访问的是这个节点2 第二次我们要访问的是节点2 这时节点2的时候再次进到这个二叉数 那么遇到的是根节点6 根节点6的时候再通过这个中序便利 看这个节点2 是落入到节点6的左指数还是右指数 大家看一下 OK 大家看一下 往下走 这时候看我们的这个节点2 我们的节点2属于当前节点6的左指数 所以就进入到这个节点6的左指数 OK 这个就进入它的左指数 进入到左指数的时候面临的是节点4 这时候我们再回到这个中序便利 可以看一看节点2是在4的前面还是后面 如果在前面的话 节点2就落入到节点4的这个左指数 我们再看一下 再回来的时候 OK 这时候这个节点4呢 由于没有这个左孩子节点 并且节点2又是节点4的这个左边 所以我们就构造一个节点新的节点 把这个节点2构造成一个新的节点 然后当成当前节点4的左孩子 大家看一下这个值 大家看这个是这个Current是节点4的值 所以这个Current就指向了这个节点2所形成的新节点 OK再回来 再回来的话我们就要访问的是节点1 大家看我们再回来的时候访问到的是节点1 那么节点1的时候还是要从这个跟节点开始 先看节点1是跟节点6的左边还是右边 这时候就要回到这个二叉数的 回到中序便利序列 去看节点1是在6的前面还是后面 如果是在前面的话就要进入节点6的左指数 OK我们看一下 好这时候我们再拿到节点1的值 大家看 这时候是节点1的值 然后看一下它是在节点6的前面 还是后面 由于这个节点1在节点6的前面 所以我们将进入节点6的左指数 我们再往回走一下 OK大家看 我们进入到了节点6的左指数 那么此时节点6的左指数是节点4 OK 此时节点6的左指数是节点4 我们再从这个中序便利序列里面看一下 1是在4的前面还是后面 我们发现1是在4的前面 所以要进入这个节点4的左指数 我们再往下走 OK大家看又进入到节点4的左指数 那么进入到节点4的左指数的时候 我们遇到的是节点2 那么这时候还需要再从这个中序便利看一下 节点1是在节点2的前面还是后面 是前面的话就要进入到节点2的这个左指数 OK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进入到节点2的左指数 OK大家看此时节点2 左指数是空 这时候节点1又属于左指数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数值1当做一个新的二叉数节点 变成这个节点2的这个爪子 往下走 大家看这时候的看人是 大家看节点是2 然后当前我们这个值是1 这样的话这个1就接到了这个节点2的左边 OK整个实现逻辑就是这样的 那么做完之后呢 那么做完之后我们会利用这一个 做完之后我们会回到这里来 回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们会进行这个层级的打印 OK回到这之后我们要去层级的打印这个二叉数 如果这个二叉数最终是构造成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层级打印出来的这个节点的次序 肯定是6 4 9 2 5 7 10 138 这样的这样的顺序把节点打过来的 所以我们执行起来看一下 执行次序 OK大家看 我们打印出来这个节点次序是6 49 25 70 138 可见最后我们构造的这个二叉数呢 确实跟我们这里图中的二叉数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算法在给定了这个中序变率的这个节点 次序比列子和这个前序变率的节点次序比列列子后 成功的还原出了这一颗二叉数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个这个算法的一个实现 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算法的特点 在我们这个算法实现中呢 大家看 在我们的算法实现中 在这个build trade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在外层有一个循环 那么这个外层循环的话 需要辨立这个前序变立 这个前序节点序列的这个每个节点要走一次 如果有n个节点的话 我们就要辨立n次 那么拿到一个节点的时候 需要去 在辨立当前这一颗二叉数 那么辨立当前这一颗二叉数 大家看 走这个二叉数的时候 他所需要的这个时间复杂度是这个二叉数的高 如果我们这个二叉数有n个节点的话 我们这个二叉数的高度就是这个log n 所以每拿到一个节点的时候 我们要辨立一个二叉数 因此有一个节点 辨立到一个节点 我们就走一次log n的步骤 走一个节点 我们就走一个log n的步骤 那么由于我们总共需要访问n个节点 那么每一个节点都需要走一个log n的步骤 所以我们的这个算法复杂度就是n乘以log n 大家看在下面有一个分析 我们这个算法复杂度就是n乘以log n 同时呢 我在这里面呢 用到了一个map 同时在这里面又new一个节点 去生成这个二叉数节点 所以我们总共的这个空间复杂度呢 又是on 因此我们这个算法的实现呢 它的时间复杂度是n乘以log n 然后这个空间复杂度呢 是on 这就是我们这一个算法的这个实现的这个 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的一个特点 OK 这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大家拿到代码的时候 可以自己通过调试来验证一下这个算法的原理 还有大家可以 此外大家可以通过扫了这个二维码 关注一下我的公众号 我会把今后所有相关的这个技术资料 放入到我们的公众号中 那么以及我有很多这个相应的一些课程呢 也可以在我这个公众号中去找到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呢 去访问我其他相应的这些课程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内容 大家不要忘了扫这个二维码 去获得这个公众号的 去获得这个公众号的地址 好 谢谢大家来到库顶提斯林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个程 谢谢